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836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御史们喜欢拿着百姓为自己声张声势 谈何时动不动就说百姓结怨民生困苦 朝廷用人之物一致于私 这样的台剑官要说实成实倒是有点绝对了 可要说成是九成如此 那绝不是冤枉人 绝大多数的御史 只有在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才会有为百姓说话 比如民生人望或者是成就感 又或是为了后台而上书 这还是好的 毕竟是有了好结果 而更多的情况是打着为民说话的幌子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那样的情况下 为民喉舌的姿态也只是一个伪装 实际上连个好结果也没有 那等刑事中庸凭正 不为私心 而上本的御史 张纯没有见过 吕家问也没有见过 法治 你可知以两大报社势力之广 当背后的京城贵胀富户几乎又都合在一处了 还能与黄城司暗通款取 一篇文章百姓看得见 士林看得见 朝廷看得见 宫中也能看得见 如此声势 却在御史台前会低头认输吗 能不低头吗 那可是御史台呀 没错 因为是御史台 因为他们怕 从骨子里怕 两家报社的后台都是明摆着的 宗室 外戚 勋救 还有富商 他们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其实很低 就算其中有 王公侯博 有桃朱一顿 也比不上一名御史说话的分量 谁敢试一试找御之威 明满天下 如苏氏 一封谈章 便让他在狱中蹲了个小半年 两大会社的会员们 各个身骄肉贵 谁会愿意招惹乌台的那群 咬住就不松口的疯狗啊 当年变法的时候闹起来 是因为夺了他们的财路 尤其是示意法施行 吕家问主管在京示意物 也不知有多少国戚 勋贵扎了他的草人 但现在有了新的财路 哪个还不去好好地享受 去闹个什么呢 而且他们还缺乏自信 张淳又说道 赌赛终究是不登大雅之堂 别看如今的联赛声势浩大 但也只是赚钱的营赏 以及打发时间的游戏 报社根植于此 当然也不敢有狂妄的念头 这也是好事啊 吕家问笑道 两家报社的心虚气短 正是背后无人指使的名正 之前可是有人猜 韩玉坤也在其中啊 我倒是没有这么想过 奇云总社也罢 赛马总社也罢 都已经变得太大了 谁也控制不住的 小孩子耍不动大锤 各自控制 促居赛马两大联赛的 两家总社 早就已经是规模庞大 每年选举会手 都会有数百人来参加投票 两大联赛都是从关西发任 跟韩刚有脱不清的干系 可有韩刚做靠山的绵航行会 如今在两大总社中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员罢了 两家报社背后是两家总社 而不是哪一家宗卿或是薰贵 如此庞大的团体 的确没有哪家能控制得了啊 吕家问点点头又道 可事前谁能猜得到 会变成如今的局面呢 也许韩玉坤不是没有打过 背后操控的主意 只是他并不是当真能掐会算 没想到两大联赛 传到了京城之后 再也无法控制了 没那么简单 张纯家里的商号 在娇州跟韩家的顺丰行 一起做着生意 顺丰行的底蕴 他远比其他人看得要清楚得多 韩刚的性格 他了解得也更为清楚 吕家问说 韩刚事先没有想到 促居和赛马会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可张纯却觉得 韩刚肯定是想到了 只是韩刚从没有想过去控制 他的目的似乎只是皆善缘 留份人情而已 顺丰行和绵行行会 如此简单的就在京城站稳了脚跟 便是韩刚做事方法的功劳 韩刚这个人性格极为现实 做事也极有分寸 而且他最擅长的便是让利于人 然后团结起一批人来 在陕西 他把棉坊技术公诸于众 在娇州 他将白糖技术与人分享 没有他的慷慨 和黄娇州都不可能有现在的繁荣 但韩刚放弃了一家独享的利益 得到的回报却更多 若是他避肘自珍 顺丰行永远也不会有现在的规模 论起心胸和远见 能让张纯佩服的人 在这个世上其实是凤毛麟角 而韩刚倒是其中之一 话在张纯的脑中一闪而过 却没有说出来 顺着吕家温的口气 说的也是 又不当真是要王弟子 掐指一算的本事 韩玉坤是没有的 谁也控制不了的两家会社 不需要担心太多 有朝廷在 肯定能控制 只是反过来说 为何御史台都只敢在小誓上做文章 不能断了报社的根呢 原本报社中负责撰稿和整理文稿的人 被边修边教修转什么的一通乱教 然后给愤怒的御史们掺了一本 说是边修修转乃是官名 朝廷明觉岂容白身玷污 而且还是数得着的轻贵之指 最后两家报社不得已 也不知是谁 想出来了一个编辑的名号来 全都给改了过来 在民间 很多人都不知御史台的做法 去外面店里吃饭 哪家店里不是道一声官人 员外的 有本事 把七十二家正店都掺上一本 自然是动不了 皇后都爱看 除非报社犯了大错 否则皇后不会理会 御史台的话的 台剑官怎么跳都没有用 吕家问忽然眯起了眼睛 想到了什么 此后 今日邀我过府 可是想说报社已难尽 现在只是位于御史台的鸡威 所以还不敢乱说乱动 等再过段时日 胆子大起来 可就是敢胡说八道了 以吕家问所致 皇后现如今天天都要看报 已是信之不疑了 要是换了皇帝上来 也不会拒绝另一个了解夏清的渠道 相信民间流言的人们 永远都比相信朝廷辟谣的要多 朝廷出面办报 绝不可能像两封快报一样 将声音传给千万人 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威胁 张纯摇摇头 不是 朝廷有刀 光有嘴皮子是没用的 何况报社后面都是富贵人家 又另出多头 就是有人起了异心 内部就会压下去 朝廷只要注意监察就可以了 那是要我提醒平章要小心吸睛 现在他们还没学 等学会了 立刻就能派上用场了 也不是 文旅马之辈只在洛阳办报 话只对洛阳城说 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东京城才是天下之中啊 张纯冷笑着 但他们的报纸 却卖不到东京城来 来多少就会被烧多少 没看每日新闻最后是什么结果吗 还有过去的那些小报 如今都没了踪影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不论过去有多少联系 当洛阳的人想要把手伸入开封 在东京城贵咒的眼中就是来抢钱的 吕家问越来越搞不懂了 那此后你请我来究竟是为了何事啊 好 说的是辽国的风土风物 又不是大宋的内情 何须担忧啊 我未见浩德如好色者也 可好色者又不如好利者 越多人对有益于辽国 日后争备就有越多的豪杰模式纷纷来头 张纯问吕家问 王之啊 可知这两段话是谁说的 这不是前些日子蔡雀和薛相说的吗 吕家问当然记得 记得此后你也帮了枪 还有张早也是 现如今可是人人皆谈北市 就跟当年和黄开边的时候 人人皆谈西市一样啊 刚刚结束的战争使得京城中最为火热的话题 介绍辽国内情的文集笔记 也是印书坊中最受欢迎的书籍 依照朝廷律令 任何臣子在接待外国使臣 或是初始他国的时候 一言一行都要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 作为奏章成交朝廷 比如现如今流传很广的 史辽语录 就是两年前病逝一号中文的陈湘 将他担任国信使出使辽国使的记录集结 然后出版流传 苏颂最近也出版了一部史辽的记录 讲述了他出使辽国使的经历和见闻 这同样是他从自己旧日的记录中编转出来的 吕家温还听说 最近有书商向曾经出使过辽国乃至高丽的大臣们约稿 给出来的价格甚至让吕家温都为之左舍 可见如今讲述辽国的风土人情和山川地理的书籍有多么的受欢迎 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这一仗的结果 让士林一改过去对辽国的畏惧 开始对恢复师弟有了信心 更有许多书生想一册成名 或是拿着对辽国的了解作为敲门砖 敲开一干众臣家的大门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靠的就是书 但民间对辽国的认识却不是依靠这些书和读书人 能买书读书的终究是少数 绝大多数百姓还是依靠报纸来了解辽国 河东河北两路敖兵 没有两家报社开始邀请名家一轮战局 京城的人心不会那么稳定 古北口的杨吴迪庙没有奇云快报刊载 没有几个东京百姓会知道 辽国的国主年年巡游四方 春秋冬夏四奈博之名 还是靠了逐日快报的宣传 才在京城内普及开来 两家快报的作用可不小啊 吕家问说道 没错 张纯点头 这就是报纸的引导和教化之功啊 市井传言往往持真 道听途说而来的消息并不可信 而朝廷的言论 还不如市井传闻让人信服 但报纸不同 从小处着手 几年下来 信用已经建立起来了 吕家问心中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却还差一点没能捅破 紧锁着眉头 此后的意思是 借机生蛋 借机生蛋 没错 借机生蛋 有些话不方便在朝堂说 可以拿出去在报上说 虽然不是自家的 借来用用也无妨啊 有些东西就是不能抓在自己手里 也不能留在他人手中 就算不能控制 也得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气学讲究以时为正 列出户口人丁的数字 其实也是以时为正 我大宋国力远胜北鲁 今日圣之乃是必然 日后随着户口增长 还会越来越强 要说其中没有韩玉坤在后指使 望之啊 你信不信啊 吕家问周启梅摇了摇头 但他控制不了的 也不需要控制啊 如必食指难违 顺水推舟借力打力 又有何难呢 借机生蛋 难道那两家还敢拒绝不成 张纯咧嘴冷笑了起来 不不可能拒绝的 平章若是借重他们来说话 他们可是会乐得不知自己姓谁呀 想一想 要是载府重臣都在报纸上写文章 那等于就是承认了两家报社的实力 更增添了快报的权威性 卖的肯定会更好 赚的也会更多 也不用再担心朝廷再跟他们过不去 哪能不扒上来奉承呢 而且这两家快报既然新党用了 旧党就不会再用 甚至还会出言攻击 到时候就算两大总社不愿意 也必须同新党站在同一个阵营中了 这件事情还得尽快 等洛阳那边有人先想到借用快报来说话 那可就麻烦了 或许已经想到了 只是他们没能说服报社后面的贵胄富商 毕竟现在谁当权 谁得势还是很明显的 对张纯的话 吕家温连连点头 借中民间议论 很多人都做过 可借中报纸来说话 却要转过好几道弯 毕竟快报的形式 在过去就是传递流言蜚语的小报和接铁 都是很多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 只是现在张纯一点破 就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 那我明日就去拜见平章 将这件事情与平章说了 那就拜托了 张纯微微笑着 心道何则两立 也不知韩刚会不会成这个人情 蔡雀依然留在宫中 临放牙的时候 她被皇后派来的忠实给拦下了 说是皇后要见她 蔡雀欣然而往 只是她没有想到 担任参支正事的增部也被留了下来 蔡雀有些纳闷 皇后想要说什么保密话 或是私下里征寻意见 只要留下一个人就够了 同时留下两名并不和睦的宰府 让蔡雀想不透 皇后到底要说些什么 瞥了增部一眼 蔡雀心道 留下的人也太多了 不过说起来 也是梁府的人太多了 等到吕惠卿和韩刚回来 人会显得更多 梁府已经都满园 如同被塞满的书箱 连一支笔都放不进去了 正常情况下 皇帝肯定要缩使御史台 为她分忧解难 可如今的皇后 没有这个手腕 到时候 皇后有没有清洗梁府 给人腾位子的魄力呢 这可难说得很 张献明 诉留后垂帘 曾下找 命仲臣将家中子侄的名字 呈上来 他将视情况重用 等名单一个个送上来之后 刘皇后却翻了脸 只要是上了名单的人 就一个不用 不用载府私钦 这当然是好事 可哪有这么玩的 这一下 可是把财府重臣 都得罪惨了 还有这一回 司马光又是怎么灰头土脸的 回洛阳的呢 女人的心思 不要猜 蔡雀有着切身体会 家中妻妾的心思都琢磨不透 皇后的心思 怎么能猜得透呢 但也不需要她去猜了 皇后开口 便是要议论的话题 和义已经定下了 连来自各路的援军 都纷纷回返本镇 说起来 韩吕两叔密 也都该让他们回来了 用眼角余光 瞅瞅增部 蔡雀明白了 为什么皇后 留自己和增部下来 在府之中 坚持不让吕含二人回京的 除了王安石以外 就是自己和增部了 王安石不想女婿 回来倡议气血 扰乱政局 蔡雀 只想挡住吕惠卿 免得她也升任宰相 而增部则是韩刚 吕惠卿 都想挡住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836集 欢迎继续收听第837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